夏天龍 去年加州前後 被詐騙 你們家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會被詐騙六百元 六百元 六百萬元 什麼了不起 六百萬元是誰 看你們就長得很堅公啊 主要是我媽媽啦 蛤 你嗎 對 我媽媽 被愛情詐騙 不是愛情詐騙 主要是想要多賺一點 喔 不是太仁慈喔 不是仁慈 他仁慈是另外一個故事 不是被什麼美國的退休情報員啊 或者將軍啊 感情欺騙 我覺得那個有點太簡單了 就那個會被騙上購有點太容易 我媽那個是比較特別是 她大概差不多一年前 差不多一年前 然後她是加入了那種LINE群組 就是投資群組 而且其實那個東西 我覺得對我們年輕人來講 我們一聽一上網查 就知道那個是假的 可是偏偏我去年的這個時間 我在忙舞台劇 我大概一個多月都沒有回家 我就只有依稀聽到 她跟我講說什麼 她最近認識什麼老師 她很興奮 她會跟我講這些說 認識什麼老師啊 然後都會報什麼名牌啊 中了多少啊 對 可是我媽她也不是太笨喔 她有先觀望 我覺得裡面應該都是菁英 因為她會在群組裡面 會跟你講說股市的走向 她會跟你分析說 現在美國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怎麼樣 所以可能我看好哪一支會上漲 結果大概 她講的時間都對 然後都上漲 都會上漲 然後你媽先都不買 她都先不買 結果看每一支都上去了 她都 對 看妳怎麼騙我 好 不過人家每個人都上去 她媽媽都不買 而且會被騙都是因為 一開始放小錢 然後有回本 對 後面才會想說丟大的 對啊 對 她後來就是那個時候 而且我比較難過的是 還是我去幫她匯錢 因為戶頭是我的戶頭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這麼沒有禮貌 秘密老師 有沒有一點同情心 鏡頭轉過來 這老師你在笑什麼 你還笑到等特寫是不是 有人笑這麼久等特寫的嗎 等一下 繼續講 她也沒有同理心了 媽媽幾歲 媽媽62 差不多也就這個年紀 她感覺就是她很理解 這就是她的寫照 妳也被騙過 我沒有 但是我身邊真的有長者 這樣被騙過 真的 然後也是她兒子去匯錢 對 你怎麼知道 我就覺得這故事太像 所以我忍不住 不好意思 還是行 我認識我媽媽 你幫你媽匯了多少錢 我 前前後後加起來差不多兩百 好多喔 差不多兩百 而且我那時候 你沒有阻止你媽 有 我阻止她 我阻止她 我就再三跟她確認 我大概 我第一天晚上說 我不要匯這個錢 我很忙 我不想匯 而且銀行的業務 她會擋你 對 她不會讓你匯的 而且我媽也給我看說 我跟你講 對方就是知道 她會擋 所以她有特別交代說 你一定要說是什麼 什麼原因 你不能說是 不能說是投資 不能說是什麼 而且我還再三跟她講說 你確定喔 你真的 我給你兩天的時間 你想清楚 我覺得是詐騙 你如果還是堅持要 那我就匯錢 就是我有先幫她擋一陣子 可是因為我媽媽其實 她算是滿精明的 就是她過去的履歷是漂亮 對 我們很想聽 你媽過去的履歷是什麼 就是說她自己賺滿多錢 她是有賺到 以前做投資做什麼都會賺到錢 所以我所有的履歷就是說 過去比較少被騙 她可能被騙 都是跟借朋友錢這一種 不是說被詐騙的 而且電視有新聞撥詐騙 她也跟著罵 她也都是覺得說 怎麼怎麼這麼傻 怎麼可能被騙 誰會被騙這樣 你現在把這個故事拿來節目講 你那集就叫媽媽不要看 我還是叫她看 反正我們家已經輪流罵過她一圈了 可是在電視上講不一樣 感覺不同嘛 對啊 而且事情其實後來發生之後啊 因為我爸爸是屬於那一種 他會碎嘴型的 你爸爸 他會在家會唸說 怎麼那麼笨這種事情 然後我安慰他們的方法就是說 你們就當作我不笑嘛 我就買了一台車 然後把他撞爛了 你就當作這樣子 你是什麼安慰啊 不是就兩百萬嘛 你撞一個六十萬的 你撞一個六百萬的 兩百 兩百萬啦 才已經兩百 所以後續還是一個四百的 後續四百 那個時候兩百萬 我是安慰他 對 兩次 我那時候是安慰就是說 就當作沒有了嘛 就我享受到了沒有了就算了 可是後續的四百是因為 他時間很近 時間大概一個是十月左右 一個是十二月 那媽媽那時候就是急著 把前面那個坑補起來 所以後面更容易掉到現金裡面 他那個是有一個 以前認識的老闆 找他做投資 找他合夥 然後他就覺得說 你知道人在運氣不好的時候 感覺好像看到貴人 就會覺得 那這個時候出現就是來幫你的 就相信他 然後就投資他四百萬 結果他拿了錢就跑掉 他投資什麼 他是做團善 團善 團善的 這個時候錢就匯進去 然後就跑掉 人就不見了 四百萬 對 這兩個案子 都有沒有去報案 都有報案 一定找不到 其實有找到 有找到 其實第一個案子 我明天要帶我媽媽下台中 剛好錄影的這個時候 明天就要帶他去做出庭 第一個 第一個兩百多的詐騙 有抓到人 有抓到人 對 被騙了兩百多 跟再騙一個四百多 媽媽心情怎麼樣 他心情很不好 對啊 他有什麼樣的 你心情不好是因為你不好 因為 其實我覺得我算是 我遇到事情 有茶不思飯不想嗎 一開始會喔 那個很難過 很多耶 那你爸爸還敢在旁邊 洗鞋念嗎 爸爸個性就是這樣啊 就家中那種老夫老妻嘛 反正有人出事 另外一個就會隨隨唸 那你爸都怎麼唸 我們聽聽看 他可能就會這樣 我要講 得罪媽媽像得罪爸爸是不是 對 我們聽聽看嘛 聽看 就是可能我會聽到他說什麼 你怎麼那麼笨 你那個錢你看現在再多好 就是會講這一些 類似這一種 我們就可以去環遊世界 之類的 就像這種說 你看幹嘛現在那麼辛苦 那時候沒有被騙不就好了嗎 就會講這種風涼話 然後媽媽就說 我還不是希望說家裡 可以過得好一點 對...一模一樣 對不對 一模一樣 然後爸爸就說 你也沒有錢買比較金 對啊 對啊 被騙 六百萬 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的頭等槽 都做八圈了 而且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也算是 另外一種安慰法 第一個是用車子安慰嘛 我第二個講法就是說 六百萬這個數字 它也不是一個要人命的數字 如果現在是六億 我就躺平 我就不滑 我隨便 就是要乖要幹嘛隨便你 可是六百萬感覺 為了六百萬放棄好像也 也不是很有不值得嗎 放棄什麼 放棄人生 你怎麼這樣說話不邀請 千萬不是你賺的 你爸沒夢 對不對 對 可是我現在還是要加減 要家裡的一些東西要幫忙啊 對 媽媽只是覺得很愧疚啦 因為我們做演藝事業 其實就是有一大沒一搭 所以家裡其實是要一個 很強的後盾啊 那當家裡出事的時候 其實多少會影響到我們 媽媽有不敢出門嗎 倒不至於不敢出門啊 那樓下管理員知道 你媽被騙了六百萬 知道啊 因為一直有那個公文寄來啊 啊 鄰居管理員都知道啊 管理員啦 管理員會曉得 是去年的 就是現在的十一月跟十二月 就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二 就去年 對 去年 對啊 當時明天 你跟媽媽一下樓管理員說 哎呀 去台中出庭啊 到城東樓都知道 不會 節目播出後 全台灣都知道了 沒有啦 應該跟 過了運 沒有事情 對 我們來問一下那個 剛剛在笑的老師 詩文老師 什麼守面向的人不容易受騙 沒關係 今年喔 今年詩文 你就是 命理老師裡面 最沒有禮貌就是你 我對不起 我笑著一開始 不是 因為我就是聽過一樣的案例 然後就感同身受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們真的 都會犯這樣的錯誤 就是看別人發生的時候 都覺得怎麼可能 可是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 就覺得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就是這樣 好啦 破財消災 我們真的好運 就在後面跟著來了 好不好 好 我希望當一個 有禮貌的命理老師 夏天對不起 不會吧 夏天媽媽對不起 好 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就是 不容易輕易受騙的手面向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相對謹慎小心 或者是比較明辨是非 或者是 它在遇到 那個叫做問題的時候 它是有智慧去克服的 所以我們來看 我分別選了三個 那麼希望觀眾朋友有對到 希望你們都能夠在面對 這種誘惑的時候 不要輕易的受騙 好 來 我們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來看的是 丹鳳眼 而且要有神 說到丹鳳眼 一定要提到紅樓夢裡面 有一個人叫做 王熙鳳 對 王熙鳳 他形容他叫做 一雙丹鳳眼 兩彎柳葉莓 也就是說這個丹鳳眼的女人 她的眼神是比較銳利 而且丹鳳眼是比較細長的 通常我們在面相學裡面 可能也叫他河目 河流的河 然後有河 那就代表說 他的眼睛細細長長 而且要流動 代表那個眼睛裡的金光 是在的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丹鳳眼有神的人 代表他精明能幹 精明能幹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個 他的觀察力很強 很容易看透人心 也就是呢 你現在在想什麼 我可能瞄眼就知道 而且丹鳳眼的人 有一句話形容也很好玩 叫做 眼珠一轉 記上心來 這樣嗎 雅韓姐你不能再逼我 當沒有禮貌的命理老師了 真的 是那樣嘛對不對 對 是那樣 而且眼睛要有神 不是 而且要有神 還要金光流轉 好 再一次 金光流轉 對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好好看喔 很好看 就是大概這個意思 就像我們在那個金劇的時候 不是要掉眼角 那個眼睛也是要轉 就是一樣 那種精明幹念的樣子 要出來 那麼所以丹鳳眼我們就說 他是很能夠觀察人 很能夠想說 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所以我知道你要做什麼 因此我就比較不容易被騙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耳高齊眉 這個是耳朵的部分 耳朵太高了吧 他有點高 他已經耳高於眉了 好 那麼這個叫謹慎聰慧 為什麼其實呢 大家聽過一個成語叫做 耳聰慕明 對不對 好 為什麼叫耳聰慕明 我們簡稱就叫聰明 為什麼耳朵跟聰明才是有關係 因為在中醫說呢 聖開竅於耳 所以聖代表就是一個人精氣神 如果一個人精氣神是很好的話 他的耳朵會很漂亮 所以如果他的耳朵的形狀長得好 再加上耳高於眉或齊於眉的話 代表這個人先天就很聰明 那既然先天很聰明的話 相當於他就是謹慎而聰慧 比較難騙到他 如果他的耳朵和臉比起來 耳朵還比那個臉的皮膚 再白一點的話 那就更聰明了 你要騙到他 真的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還有這個的話 如果他還有這個耳垂 或者是這個耳廓的部分 是飽滿 沒有長得歪七扭八 那麼代表說這個人的先天 他或是他原生家庭 給他的教養就很好 因此聰明這件事情 就會一直跟在他的身邊 他就比較難被騙 因為他有基本知能 就比較難被騙 那麼遇到是非曲折的時候 他也比較能夠明辨 因此我們就會看一下耳朵 如果耳朵是齊於眉毛 或高於眉毛的代表這個人 相對他就是比較聰明的 好 再來我們看第三個 首相的部分 首相部分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川字紋 川字紋就是這三個紋路的起點 不在同一個地方 那麼這個川字紋我們常聽到說 川字紋的人性格就是精明 好 他是比較精明 而且善於思考 並且他最喜歡的就是什麼 川字紋的人很適合做生意 因為他們喜歡用小的利益 去換大的價值 所以他就是會去想說 我要怎麼樣 可以這樣換換換變變變 因此他比較懂得去什麼 他比較懂得去想說 我要怎麼樣比較不容易被騙 或者是我要怎麼樣 在這個局勢下面找到一個 最利於我 最適合我去開創的樣子 所以我們常常說川字紋的人 適合創業就是在這裡 那既然你要創業了 就不能被騙 因為其實創業的路上 我們要遇到的人很多 有的人跟你講說 我自己說 跟我合作一定沒有問題 我自己說 我現在就給你五百萬的公司 就怎麼樣怎麼樣 你真的在這麼多的誘惑當中 要能夠找到真正的聲音 那麼是不是要很聰明 才不會被騙呢 所以如果你是那個 就像我們剛剛講 像篤林哥的丹鳳眼 對 然後耳朵又高 然後這個顏色又漂亮 耳朵的形狀也好 再加上你有穿字紋的話 那就真的很難被騙囉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